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现在! 迪丽热巴扬子齐聚L红毯,一个名艳如女帝,一个被朝向丫鬟。 11月3日,L封上大典在杭州蔚来科技城举办。 因为这是L China35周年,所以邀请朱多鼎刘大咖,现场可谓星光璀璨。 鱼记早早便透露L红毯的全阵容,不只有杨子迪丽热巴等顶流。 还有邓亚平、叶诗文、李思思等各界优秀人士。 众星云集,状态自然免不了一番讨论。 升途下,众星的状态更是一览无遗。 当天陈牧驰虽然是一身All Black,但bling bling的西装看上去还是十分高调。 陈牧驰个高挺拔,但笑容憨憨的,站姿也有点拘谨,显然是刚走红后红毯经验不足。 对脸看陈牧驰见眉星目,虽不是混血儿但五官深邃立体,眉宇间还有几分神似无燕祖。 能够出席L盛典,可见陈牧驰并未受到无处义风波的影响。 粉丝也晒出氛围赵大赞陈牧驰,脸在江山寨。 只是网友晒出现场升途,却让人直呼一言难尽。 升途下,陈牧驰皮肤有黑,对脸看还化着烟熏妆,更给人一种用力过猛的感觉。 对于陈牧驰的升途,网友也是一片吐槽,直言脏脏的。 和陈牧驰比起来,任豪显然清爽得多。 当天他穿着线条杆十足的西装套装,顶着寸头,五官帅气能打。 36岁的杨乐穿着灰色套装,西装上点缀着无数彩条,彰显中年男士的沉稳风采。 女星这边也是争其斗艳,凭借云之与大火的卢玉小穿着粉色吊带里裙现身,打扮如同邻家女孩。 只是外形却被潮,好久没看到这么普通的208万。 胡莲心,蔡文静,欲言则是不同风格的美女,外形穿搭都无可挑剔,堪称红毯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中年组的影儿和李斯斯同样属于不同的风格,影白色定珠里裙时尚清新,李斯斯一席红色里裙端装大气。 当然要说最瞩目的当属杨子和迪丽热巴,同位90花Talk,双方粉丝早开场就开始较亮。 迪丽热巴粉丝拉着紫色横幅应援,但和迪丽热巴上百号粉丝拿着旗帜,和大字相比,阵仗还是略微一筹。 到了真正上场后,双方粉丝更是忍不住开火。 当天迪丽热巴一改之前的明艳亮丽之风,霸气登场。 他穿着明黄色的拖地李裙,裙身花团紧簇,大气非凡。 本就大气的李裙,配上高扎的发际,更得气场全开,粉丝直言其如女帝登机。 红毯没有王法只有迪丽热巴的想法也成功登上热搜第一。 对于迪丽热巴的状态,粉丝自是一片撑道,直言内语有迪丽热巴是内语的福气。 除了迪丽热巴,另一位九十花杨子的状态也备受关注。 和迪丽热巴比起来,杨子没有那么霸气四射,他穿着白色抹胸里裙现身,美得像一朵纯白无邪的百合花。 只是在粉丝精修图中温婉动人的杨子,生图却黯淡了不少。 生图中,杨子瘦削了不少,但对脸看还是不算太明艳。 不止肤色黯淡。眼带也很明显,少了精修图的甜美,却多了几分老气。 还有网友晒出杨子的精修图vs生图,斥责这是韩剧女主和丫鬟的对比,很是扎心。 当然也有人表示和之前相比,杨子已经变美了很多,算是成功逆袭。 事实上,除了迪丽热巴和杨子,当天还有很多的大美女都十分抢眼。 九十花鼓励纳扎和九十五花周也,一个圣洁与性感并存,一个轻烈又夺人眼球,都不失为红毯的风景线。 八十五花刘诗诗也盛装出席,除了有淡淡的法令文,也看不出年龄感。 此外,男星们也是帅的各有千秋。 不得不说,L红毯果真是众星云集,各有各的风格,大家一起好好欣赏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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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